市民园艺实验所的阳明山山崽河峰作战 为了要推广杜鹃花跟茶花的品种 广泛为大家所栽培 今天其举行了一项品种的观摩会 有200多种由美国和日本引进来的杜鹃花跟茶花 今天都公开的展出让大家来自由参观 市民园艺所说 由于品种的不同 杜鹃花的花瓣和花朵的大小以及颜色 也就各不一样了 所以看起来辅色冰深 真实骤艳 而它给人的印象也就各有不同了 在今天的观摩会里边 杜鹃花还到处可以看到 但是茶花却的桌瓣都已经凋谢了 只剩下极少的极朵 点缀在绿叶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